各位彼丘师父 各位彼丘尼师父 各位居士 大家 阿弥陀佛 那我们现在呢 刚刚已经撒尽 五共圆满 那下午要跟大家讲解开始 那么现在呢 我们注释师父 善德师父 要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我们注印法华经的功德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大家请放长 那么法华经是一佛称的这个妙艺经典 当然佛的经典都是很不可思议的 尤其是以天台的角度来看 一切佛法都是究竟 但是虽然是究竟法 但是应激对缘有不同 所以就有法门上面的差别 那是应激 如果说法门都一个的话 那这样大家修行就很单纯 但是我们因为根基不同 过去的溯源不同 修行的样貌也就不同 那么因此呢 佛法就分五十八教 那么一般简单的说 有说分成五称 人天称 身文 圆觉 菩萨 佛 这样子的简单的这样分 那么其实呢 这样子分呢 有时候是太简易了 因为你比如说 菩萨 身文 圆觉 身文 圆觉 其实它也有行菩萨道的 也有看起来行六度的 那一般来讲 我们对于行六度 施戒忍尽禅 慧 慧 慧方愿立志 这个十种方便 或者是前六个 叫做六度 不思 慈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智慧 那这个呢 一般来讲 我们就说 那就是行菩萨道了 那么这种行菩萨道呢 如果是身文人 身文人他也会这样做 里面是泰国 还有我们这次去 有一个叫做西方寺的 有一个西兰卡比丘 也在多伦陀 这个市区内 那他那个寺院也不小 寺院也不小 那么也会 他也要利益众生 讲经说法 他还说希望华人的苏家事物多在那里 用英文跟他们讲解佛法等等 那这些不就是看起来你说在行菩萨道吗 所以说 依天台中的角度来说 他就更圆满 但是一般人比较不理解 那么他认为说 天台中的角度他就说 那个是身文人 也行四六度 那么就直接讲他是四六度 就讲他是六度法门 但是事项上的六度 像这样子的一个分别是一般佛学院 或是一般的教科书 或者是一般的所谓的佛学概念书 即便是南传佛教 当然是没有 即便是藏传佛教 他那概念书 佛教概论书 没有说到这些的 那么能够说到这么深 能够把它分别的这么清楚 主要是因为基于什么 基于对法的认知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身文人也会看到他在布施 你看泰国 泰国现在是泰王崩架了 中国人讲崩架 就是往生了 那往生了之后呢 泰国说一切娱乐停止 暂时停止 但我怀疑那些吃毒的人怎么停止 泰国吸毒的人相当相当相当多的 那金山脚的话就是世界上最大毒品生产处 所以就有出家私物呢 南传输家书在那边专门开 专门开什么课程呢 戒毒课程 戒毒的课程 那这戒毒课程呢 甚至于也引到了台湾来 台湾也有私物在台东 三明水秀的地方 也是帮忙人家 就不一定是戒毒了 台湾没有那么多吃毒的 但是排毒什么 他有同样方法 那我们来看呢 这居然是南传人国家导引出来的 那他不是也在行菩萨道吗 所以因此就泛泛的被说成 哎哟 孙文人人家也行菩萨道 这个概念呢 甚至于在太虚大师到了泰国的时候 他还讲了这句话 他说在南传国家里 是僧文的教法 是大乘的行仪 那么中国呢 中国的佛法呢 看起来是大乘的教法 是僧文的行仪 因为都在山上里 对吧 都在深山里这样 这个说法是对字译的 就天台中的角度来说的话 是说不能这么简单的分辨 用他的动作来分辨 这就像说什么 我们一天 我们说德雷撒最近不是封圣吗 他们封圣 人能够封圣 你想想看 这听起来也蛮怪异的 不过就是这样 基督徒是不同意这个做法 天主教徒也这样做 人 站在大地上的人 去封一个人为圣人 你应该照说是算圣人才可以 才可以封他为圣人 不过他们的概念是说 没有啦 因为我们做不到啦 大家都做不到 所以他做得到 所以他是圣人 没关系 这个都是用神迹来表达 那么像这样子的话 也有一些佛教徒 就说那个就是菩萨道 那个就是很慈悲的 这个呢 就一般泛泛的说法 似乎没有问题 但是在深入的看 就是这基本上 这是一个混淆佛法 混淆佛法的什么呢 泄脱见 还有佛法的不共世间的 什么呢 不共世间的内涵的 你要知道 行善法 世间善法 你就很泛滥的 把它说成是菩萨道 那个呢 那就 那就 尤为什么 尤为佛法的不共性 什么叫不共性 就一切人天 世间圣人 乃至于呢 这个这个这个 初世间的小秤圣人 都不急的 都看不到的 那个是什么法 那个是唯一一佛称法 一佛称 换句话说 乃至于僧文人都看不到 僧文人也叫圣人 那这个圣人是因为 他也行所谓的 所谓的六度 但是呢 他仍然看不到一佛称的意义 唯一一佛称 那这种教理的深奥 在哪一部经上说 法华经 所以我刚刚说了一堆 那就是基于法华经的道理说的 那偏偏法华经呢 就被当作只是一个颂词的经典 并不被研究 也不被深入 那所以呢 法华经 我们大家也知道是佛称 什么的道理 成佛的法华 这个古来祖师都这么讲 但问题是他成佛在哪里 就是因为他结诸了什么 结诸了五称佛法当中 最后究竟的一佛称佛 那么这个法门并不在于贬义其他法门 不是的 法华经怎么会这样做 不会的 法华经在提倡 并且让大家理解到 法门的次第性以及差别性 那次第跟差别是必要的 为什么因为根基不同 有的人出家或者有人修行 你让我好好活着就好 我都快要活下去了 你要叫我去度众生 我能够念念佛就很好了 很好啊 他找得到他自己的key 自己的修行方式 佛法都接受 但作为世尊来到人间 要利益一切众生的最深刻的意义来说 他不会只是应激 他一定最终要把佛法的最深奥 最究竟的那个意理留在人间 那才圆满 在古来呢 古来无量无边 久远阿森集结的古佛当中 几乎都这样 但有一尊佛没有 有一尊佛没有这样做 他蛮遗憾 佛也有遗憾终生的事吗 他有自由解决遗憾的方法 是谁 多宝佛 多宝佛一直到他入灭的时候 他都没有像释迦佛 释迦佛在人间 才短短一个呼吸而已的 八十年 他的什么呢 三十书家 三十六岁成道 那么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 三十成道 二十四岁出家 三十成道 那么讲经说法五十年 他居然这么短的五十年 有办法把法华经讲下来 讲法华经呢 乃是无量世界 乃是无量世界 名字不可得闻 何况得见受持独送 无量 拿椅子坐没关系 你应该拿个椅子给我坐 不然的话是立地说法 是伪戒律的 那所以说 那所以说 无量国中乃是名字不可得闻 放右边 立地说法乃是不可得闻 那我们师父就地坐下 你们居士也就地坐下 站得太累了 坐下会不会太冷 会不会太冷 还可以 好 那么呢 无量国中乃是名字不可得闻 何况得见受持独送 中间坐下来就好 何况得见受持独 无量国中不可得闻 你看看 无量国中 那今天就在你娑婆世界可得闻 这是经上的本意 那你今天就在娑婆世界可得闻 那可见这个意义有多大 不但得闻 你知道我刚刚讲的 他在杰诸一佛秤的究竟秘义 虽然佛说五秤 乃至于有僧文教法等等 也看起来像在行菩萨道 但是他真正杰诸的意义 佛的究竟秘义 唯一唯一指在法华经说 那华言经呢 华言经叫做佛的复利 也就是佛的什么诸种显现的功德 这显现功德就有差了 我问你 一个贫穷的人来看 一个富裕的人 他其实是带着某一种羡慕 那搞不好还带着某一种排富的心理 或者是一种不理解的心理 那唯有富人跟富人来看的时候 富贵的人来看富贵的人 他才知道哪一个人既富贵又有福德因缘 一般人我们只看到他的富贵像而已 对吧 很有钱 开了什么车 家里做了什么事 做了什么供养 布施 他们家一年做了什么生意 赚了什么钱 大概就这样 那唯有富人跟富人之间 他说这个人不但富有 而且心量好不好 态度好不好 做人怎么样 因为我跟他能交往 诸位 所谓的华元经的富贵就是这个意思 他还是应激有差别的 所以在天台说 他是原教中带着别教 别教就是有次第的 有次第义的 那唯有什么 唯有法华经是纯元独庙说 所以说是无量国中 乃至名字都不可得闻 南谋妙法莲华经 这个名字都不可得闻 你想想看 多宝佛是在久远无量无边 阿森集结以前他成佛 成佛的时候他的世界很长 他的成佛世界几节那么长 几节那么长 结果在几节当中 他的度化众生居然没有缘可以听法华经 而你们现在就坐在这 随便就听到了 名字就听到了 也知道他的价值意义了 那后来多宝佛怎么办呢 佛是不会有遗憾的 他有解决遗憾的方法 怎么说 他到入灭的时候他就说 我这一世来这里成佛 没有得讲法华经 从今而后 我以肉身助灭尽定印了 助灭尽定了 然后十方世界有讲法华经的地方 我通通以肉身在多宝塔中 他要求他的弟子建多宝塔 把他的肉身不坏 他就不能烧成设立了 很辛苦了 他不能烧成设立 他直接以肉身入于定中 然后这样子四线入灭 所以入约入约就离开那个四间了 离开那个四间原集 从今而后 十方世界有讲法华经的地方 他就从地涌出 法华 这个法华的 法华的 这个所谓 多宝塔 然后来印证说 我无量无边节 入灭 我都要来尊重赞叹随喜印证 所说法华经之处 他居然就不入灭 他处处印证 没有一部经是这样 然后这部经里 因为他是有意义佛诚 所以这部经也直接的怎么样 直接定义 直接受计 所有从菩萨声闻凡夫 男人女人通通通通怎么样 通通印证他能成佛 也没有一部经敢这样做的 你去看声闻法 声闻法就是什么 欢喜 得法眼镜 得出果二果三果四果 就这样而已 那这部经就在理上面 完整的结诸了什么 最深刻的佛的究竟密意 并且也印证了一切众生皆得成佛 那同时也把什么 也把佛法的五称教法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接次性的分辨 他是用辟喻的说法就是了 那么天台众生一的这个 法华经 那建立天台中的什么呢 盼色佛法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一直到今天都还受用 都还没有什么 没有过失 那么乃至于呢 其他南传佛教 藏传佛教 我们用这样子的盼色的架构 所谓的盼色架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看待佛法的深浅 应激的强与弱 应激的究竟与不究竟 这样子的分别呢 它的一套系统 判别的系统 它同时也对经典进行了判别 比如说这个经典上是对哪一类人说的 这部经典是对哪一类人说的 你完全能够清楚 完全要说 理解了这天台的叛教之后 就能够将所有佛法种色 有三学种词啊 是这样意思 那这些通通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法华经 所以古来啊 中国汉传佛教呢 它最早建立的教派 本土化的教派也是天台中 这古来没有人这样讲法 后来说我把这样说法说出来 我现在到处 包括学术界也是这样讲 也承认 对啊 是事实 只是我们把这事实看出来 它是一个中国最早 汉传佛教最早本土化的 在这之前动用了500年啊 华人 汉人 中原的汉人呢 他用了500年 无论从语言文字翻译这些呢 去琢磨从西域翻过来的 包括印度 包括这个西域一带 思路在沿路的当年的古国 包括鳩痴这些古国 这些古国呢 都是信佛的 那么引入的佛法 这也是呢 佛法离开了印度之后 在外地第一个被一个民族 强大的一个民族 强大的吸收 并且转化成为他的理解的第一个教派 那个时候天台宗出现的时候 都还没有藏传佛教 都还没有藏传佛教 那么你可想而知 他所站在汉地的这个天台宗呢 基于法华经所建立的叛色佛教教法 他最后影响多大呢 他影响中国的 律宗 华盐宗 禅宗 净土宗 秘宗 秘宗 秘宗甚至还有一个秘叫做什么呢 台秘 不是台湾的秘 是什么 台 天台结合的秘 后来传到了日本的比瑞山 是这样 那日本人呢 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对他自己的文化是很 很 很致富的 那么日本的学者他说 他说如果当年 建征大师天台宗的传人 他虽然是传戒律过去 但他主要是 他在扬州当年出 偷渡六次 第六次已经眼睛都瞎了 这样子还是一样 把所有的当年的这个 重要的这个文化带过去 建征大师这样带过去 他说啊 他说如果这个天台的文化没有带进日本 日本的文化如果分三份的话 只剩下一份 三分之二是由天台教法组织建构起来的 也是因为日本人理解了这个天台的教法的一定意义 在配合着他们本有的这个 这个什么一定程度的武士道精神 然后呢他们也截取了儒家的概念 所以整合出一个日本的一个他本有的文化 那这些要研究日本文化的人才知道 那这个都是天台宗给予的一个精神资量 所以天台宗只基于法华经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知道天台宗 成为一个人类的重要的思想文明 甚至是一个重要的遗产 那么他教贯这个种词 有教有贯解形双美 我们常常讲叫做教贯双美 那有教有贯的同时呢 他这个逻辑概念的分明 相当多的大乘法呢 他是在不思义法当中成就的 但天台宗呢也结诸了这个不思义法 那么天台宗同时也是这个地球上面呢 除了印度以外 唯一最早说集成成佛的教派 不是密宗也不是禅宗是天台宗 集成成佛 在那个惠师大师的安乐行品义当中 他就说到安乐行品者呢 当身成佛之法 当身成佛 那么惠师大师呢 他是证得了这个这个这个 初注位 那么智者大师的自称是在 是在内凡位 五品地质位的后端 五品地质位很长 五品地质位的这个 一直到要圆满的时候 那么他牵称说他在这个外凡位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阶位 那当然一般不懂的人就说 这个未免太低了吧 怎么还是凡夫呢 你看人家都证阿罗汉 你要知道 那种证得圣位的所谓原教的菩萨 那是测见佛性 那么虽然是外凡 但是他是见得什么呢 他是见到了这个什么 佛性意 只是说他不去证入而已 那像这些我们就不再多提了 我只告诉诸位说 这些教法通通是从法华教义中 所根本建立起来的 那因此呢 我们在台湾就 这个有这个 有这个 刚开始是由这个道家的神 他呢 预计 他预计说我二十年后 我们一群师傅二十年后 会去住那个地方 他在我出家那一年 他就告诉了当年道家的 在修行的人 他说你有缘 你应该到哪里哪里 台湾的什么地理的地方 去建一个寺院 二十年之后呢 会有一群出家师傅来住 那那个时候他被指定的那个人 还是一个道家的人 还是个道家的人 然后他当然也不愿意啊 那后来就一直跟 那个神就跟他讲说 这是你的愿 后来呢 见到第十八年的时候 我们也莫名其妙的 被人家硬拉去 去跟这位后来出家了的尼斯 见了面 见了面之后呢 他就谈他的这个整个的事情 我们像是在天方夜谈 哇 好神奇啊 但我们也不敢接那个寺院 我们就要走了 要走的时候他就 他女儿就觉得很失望 就跟我们讲了一些话 就这样呢 阴错阳差 我旁边有一个学生 有个学生 出家师傅 他是我们善德师傅的同学 就在旁边跟他讲说 好啊 那不然就 那就好吧 接受 就一句话这样接受之后 我们就莫名其妙接受那个 台币大概二十亿的一个市场 那他还没有见好 但那个长相呢 那个见的样子呢 也是当年他在定中的时候 那个神跟他讲的 你看居然是这样啊 那后来说白了就是什么 他呢长期以来就是护士佛法 那我是外来人的 我只是被委托去那个寺院 后来我就这样想 台湾 世界 两岸 这些呢都要需要和平 需要佛法的弘扬 像我这次来多伦多 主要就是因为 多伦多大学呢 他接受了一些捐款 那这些捐款使得他需要什么样 需要建立一个佛学课程 但他不知道要怎么建立 他到现在其实还在 我还欠他一封信 还没有告诉他说 再讲更仔细一点 到底要怎么样建立一个应用 他们认为叫应用佛学 西方人是很现实的 他就信仰他的基督教 天主教 他干什么以神学院 要来研究佛学 他非得要挂上应用 这两个字不可 所以我们不要讨厌他挂应用 这个先以利欲勾迁之 后令入佛制 你要在中国接受佛法 用五百年的时间 五百年的时间 治尔大师接的时候 他已经是五五三年 五四七年了 他在建立天台教法 他自己出生 四七三 四七八年他出生 一直到五几年 一直到过了五百年 西元五百年了 他才建立天台教法 而佛教传入中国 西元02年建立 进入的 在这之前甚至更早 有人说在西元前就进入 你想想看 到了五百年 汉人 汉人才有办法建立他自己的 自己的宗派 传入西方才多久 150年以内的是 如果最早追溯到北欧 这个苏联 苏联当时或者印度 当年被英国所统治 那样时间 150年内的事而已 所以华人要把汉传佛教 再次的传入到西方 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只能让南传跟藏传 早一点做前行 但他们还是很幼稚 没有办法 西方人在这方面还是很 因为他还是坚持着 他的宗教信仰 那整个世界已经在 在基于宗教对抗 越来越严重的状况 你看 连加拿大都 国会前面都会被恐怖分子枪击 我们要进加拿大国会 还要检查东检查西 听说以前也不用 像这样 这些都是隐藏着的 而且越来会越严重 那么这个只有佛教他能统设 他不是要统一 他能统设人的心 他不在意你是不是佛教徒 他在意的是你的苦的解决 苦的解决分个人的解决跟世界的解决 而世界性的解决 透过大乘佛法最好 像这样子大乘佛法的解决 大乘佛法最核心就是天台中所依准的法华经 所以台湾那个寺院叫做万佛寺 既然是基于这个道教的护法神所建的 还在定中让他像样子 后来我去修改 修改完了我还拜托那个尼斯说 你去问看看那个神 他一句话就说 没关系交给师傅了 你就自己改吧 我就改了比较像佛教的样子 那么在那当中就建立了一个多宝塔 多宝塔当中我刚刚不讲的多宝佛吗 他会到释迦佛的法会当中 分半座 释迦佛分半座给多宝佛 结果就变成双佛并座 这在中国的汉传佛教的 魏晋南北朝时代非常多这种造像 我今天本来说有没有投影机 没有就算了 那非常多这种造像 结果到了隋朝之后 进入唐朝 这种造像就相对少了 因为田台中的弘扬就稍微减低 到了各宗各派出现 所以今后中国人很少 汉人很少再看到双佛并座的塔 日本倒是保留了一些 但日本我去观察了一下 日本的那个佛像就是有他们的性格 那么我觉得应该要重造 所以我们就重新造了双佛 有三米高 台币差不多要900万 那900万这样 台币900万加币多少 除以25 你除一除 你把算1000万就是等于加币的400万 差不多300多万 300多万 这样那是很贵的 那只是两尊而已 就像坐在那里 那接着呢 就是要造一套什么 一套法华经 要在这个双佛的上方的殿堂 它是一个塔 那叫多宝塔 塔到最上方 有色粒子 就像刚刚这样供的那个色粒子 是这样子 也有什么十大地址的色粒 什么加色佛的色粒 什么 那从哪来呢 我看了刚刚这些色粒 很多是从南洋一带供养过来的 那也有 那我们这些色粒是当年 红卫兵的时代 老和尚在中国大陆 偷偷抢出来 塞给台湾的商人 那么那个台湾商人 当年是游走两岸 两岸还没有开通 他就能游走两岸 很有钱很有钱的一个 跟政府关系很好 他就把他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 辗转交给了居士 说将来要交到一个适当的地方 那结果我们就分了一份 到底是全部还是怎样 我没有问 那我们分了一份 大概有三四十样 三四十种色粒 差不多四十种左右的色粒子 那将来会供在那 那么这个时候这是色粒 我们还一部法生色粒 那就是法华经 法华经 那么这就是 你们善德斯书要我跟大家介绍的 法华经的缘起就是这样 那内部法华经很大 相当的大 那字也要很大 那预计是由元朝的一位 申浩国师 他所手写的 那么是台北的故宫 目前为止我们看得到 版本最优的 那么再来还不够 这样还不行 为什么我们还重新叫定 叫定的时候还是发现了有小缺憾 终究是人写的 当年这种超经的组织 没有那么严密吧 那么可能是有一些漏字 那这些漏字怎么办呢 照说国宝是不能改 不过就是有一个小因缘 他容须我们做修正 那修正就不能用电脑字了 也不能人写的 人写也不准 那么我们就将他原有的字拿来改 拿来做偏旁组合 那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那个 每一卷后面 都应该要有回向记 六句战 你才能用 那这个照说也不能加进去 那是国宝 也不能加进去 好 再来呢 拜法华经的时候 要有拜法华经的方法 那叫做拜经序 他有一套移轨 这个一般也没有放进去 那我们这一次通通要放进去 那用金泥去印 那这世界上没有这种技术 我们还在找这个技术 一定可以找得到的 想得出来就找得到 那么子呢 子预计是用 日本有一种宣子 那么他呢 一天六代做子 老先生跟老太太一天大概只能做一百张 这种子 那么是宣子 那么这样子 为什么那种宣子 那是追随唐朝那种样貌 那种古代的样貌 他呢 大概随便放就是两千年 那个子不会坏 到现在还找得到那种子 就是以前造纸的 最早造出来用除树 除树其实并不难找 但是要用那个技术来做 台湾中央研究院 有人专门做研究 那台湾有造纸博士 也跟日本有研究 那也有可能用台湾的方式 去跟日本合作 造那个纸 然后再来用印刷 就是用金泥 然后再加上这个金教过的 这个当中我们还参考了 你们当中有人认识那果青律师 他是我法师兄 我们是法师兄弟 那我也送他一套 小套的 未来这一套的话 最大一套 就世界上只有一套 只有这么一套 因为他用金泥印了 不晓得拿我多少钱 我还不知道 所以我只想要做 不知道多少钱 几百万呢 怎么样我都不知道 那反正再来做就醉了 那么做了之后呢 我打算用什么 用水晶 水晶做成的玻璃框 的框 然后再把这部晶 周边流的空间 用金银 琉璃 车取玛瑶 珊瑚 琥珀 琥珀 还有檀香 上好檀香 这样来装饰他 装饰他 然后呢 拱在什么 拱在这个 多宝塔上 那干什么 回向什么 回向世界和平 因为他是统一一切佛法 那佛法这么样深奥 他都能统一一切佛法 当然也能 也能让世界人呢 能够怎么样 能够和和 那所以 以这个功德呢 来回向世界和平 他不是这么单纯 回向什么台湾 怎么样 台湾也是在世界的一环当中 唯有世界和平 就是一切都和平 要回向这样 古来呢 古来的皇帝呢 都是印大藏经 来回向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那我们人间的力量 没那么大 但是我们是出家人 那么既然这个寺院 这个寺院不是我建的 我出家以来 我就发愿说不要建寺院 不要建寺院 所以都是接人家的寺院 那么既然是那个 连那个道教的神都来建这个寺院 他说以后自有大因缘 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因缘 像最近传界也是他说的 我们都 我们没有跟神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来护法 我们很感谢 就这样而已 那么 那么这接受 由佛法来接受这种人间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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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护法神的建立的寺院 那我们要给他一个最大的价值化 也就是贡献给人类 所以呢 我就想 应该建这么样一个高的 这个 这个 法华塔 多宝塔 当中共 这个 这样的 极为恭敬建造的法华经 那么回向世界和平 这个呢 我们善德师傅 还有我们原真师傅 都是以前我的学生呢 他们知道的这个消息 他们希望我呢 为大家讲更清楚一点 已经站在那里连坐两场法会 已经有点累了 还要我继续讲 所以呢 我也只好呢 耽误大家 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呢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善的因缘 那么你们听到了 不是说你们捐钱啊什么 不是这个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们要捐我乐见 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意念这件事情嘛 这好事嘛 知道就好了嘛 知道就随喜 随喜就是功德了嘛 就这样而已啊 那你说你不担心钱的问题吗 我当然担心啊 我现在在台湾借债借了五千万台币 那么全世界都知道 那没事的 你要知道 出家人就是念念之间 为佛法做事 就这样而已啊 那缺钱 缺钱去弄吧 世间人是量入为出 赚多少花多少 世间人 出家人倒过来量出为入 需要多少才去化缘多少 这样懂意思吗 是这样子的 那么呢 出家人化缘天经地义 但是呢 化缘大家乐意为原则 所以我从来不去跟大家谈这些什么 我需要钱啊 书欠钱得很啊 全世界都在欠 但是呢 当我们把它用在佛法上的时候 我们真心真情的是 乃至不为我的一分一毫的福报 而是为了利益一些众生 就这个意思 了解吗 所以呢 大家随喜就好 随喜这个念头就好了 我们要为全世界做一个供养 就这样而已 好 我们讲到这里了 可以干我吃饭了吧 哈哈哈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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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